一名新西兰界的维吾尔学者2017年1月之后 便与在东都决散的弟弟失联 在透过联合国及新西兰政府要求北京提供资讯后 他得知弟弟已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刑9年 日子湾顾利诺尔梅媒体是一名常年居住在新西兰的维吾尔学者 他过去曾获得福布莱特奖学金并辅美攻读硕士学位 不过就像数千计的海外维吾尔人的过去几年的遭遇 他自从2017年1月之后便与弟弟曼乌拉诺尔梅媒体失去联系 他在2019年透过律师向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申请寻求弟弟的消息 在经过数月的等待后 联合国工作小组告诉他 他弟弟曼乌拉已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的名义 判刑9年并剥夺政治权利4年 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宣布 目前共有79,697名藏人取得投票权 下级西藏流亡总理和国会第17届议会的第一轮选举将于2021年1月3日举行 最后一次选举将于2021年4月11日举行 根据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选举事务署的统计 由55083名居住在印度的选民完成选举注册 其余24014名选民则分布在其他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就涉港问题制裁美方4人 作为对美国政府越出因破坏香港自治及人权 制裁4名中港官员的报复 华春莹说美方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美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11月10日宣布制裁4名中港官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推特上指 他们参与的政策和行动破坏香港自治 清除法治 另一方面 美国周一宣布对中国电子净出口有限公司实施制裁 指责该公司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鲁 破坏民主的努力 美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电子净出口有限公司 支持马杜鲁领导的左翼政府 限制互联网服务 对政治对手进行数字监控和网络行动的努力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伊拉克遇袭身亡 据伊拉克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29日晚间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乘坐的车辆 遭到无人机袭击 沙赫丹与三名随行人员均在袭击中身亡 而就在两天前 11月27日下午 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利扎德在伊朗首都被暗杀 伊朗当局称已经获得必要的证据 表明伊斯列政权参与了暗杀法赫利扎德的活动 阿塞贝疆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根据此前俄罗斯阿塞贝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签署的和平协议 阿塞贝疆军队已经建入拉庆地区 拉庆位于亚美尼亚边境 是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唯一道路 被称为拉庆走廊 他成为1990年代战争中亚美尼亚军队的第一批目标之一 并于1992年5月18日被占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